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 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实名乘车登记 本次列车终点站光谷火车站 请站稳扶好 3月28日武汉轨道交通六条线路恢复运营 武汉铁路客栈同日恢复到达业务 来自湖北荆州的王宇成 当天坐动车抵达汉口火车站后 换乘地铁二号线前往武汉的家中 他告诉记者伴随交通的苏醒 感觉武汉已经按下了播放键 感觉武汉也是以前说是按下暂停键了 感觉现在武汉也慢慢的按下播放键 然后整个城市也开始正常运行了 市民出行前需获取健康码绿码方可乘坐地铁 进站和下车时需扫描站内的武汉市实名登记乘车二维码 完成乘车实名登记 乘客进站以后 首先是要进行一个二维码的认证 首先扫乘车的二维码 确认是绿码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的感温探测系统 确保温度是正常的以后才能进站 那么如果显示的是黄色或者红色的话 那么说明它的那个健康码的状态是异常的 就是不能进站乘车的 记者当天在地铁站内看到 为了控制车厢内的乘客密度 武汉地铁在所有列车的座椅上张贴了黄色小标签 提示乘客请隔位而坐 原本一排可坐六人的座椅贴上了三张标签 乘客进入车厢后可在贴有标签的位置坐下 每列车还增配了一名随车安全员 我们现在每列车都有一个安全员 就是现在线上正在跑的每辆车都有一个安全员 我们的任务就是主要监督乘客是否戴口罩了 然后让他们不要聚在一起 就是尽量的分散站开 然后就是尽量保证他们的安全吧 然后督促他们上车烧码下车烧码 这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 63岁的欧阳仲芳当天出门 除了佩戴口罩 还穿上了一件一次性塑料雨衣 欧阳仲芳说 虽然目前疫情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还是应当提高警惕 非必须出行人群 暂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希望那个中老年人 还是能够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因为这个防御呢 就是说还不是达到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 所以说大家还在配合这个政府 做好这个防御工作 我们主要是工作上需要 没办法要出来 截至目前 武汉市共有六条轨道交通线路 144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 自3月29日零时起 恢复湖北省除武汉天河机场外 其他机场的国内客运航班 从4月8日起 武汉将解除离汉管控 贡献7元